CTR的原理 你看那个R是哪个字 叫recordable 可写一次的意思 不管它 那代表它可以写 那你说它怎么写呢 来翻过来看这个图 我简单讲你就听懂了 你要写代表什么 代表我在金属的跟塑胶基板之间 要再涂一层染料 染料是什么 塑胶 你说涂塑胶干嘛 很简单 要写资料的 怎么写呢 注意这边 各位知道这个要用烧录机烧对不对 CTR是要用烧录机才能烧资料嘛 所以用光碟机只能读 但是你要用烧录机才能烧 怎么烧呢 所谓烧录机就是用我手上的这种雷射 而且是要高能量的雷射 打什么地方 你注意看 这一层塑胶 凡是被它的雷射光烧过的地方 塑胶是不是被你烧坏 所以呢 只要是被烧坏的就代表零 好的就代表一 这就是烧录机 所以烧录机会有个雷射专门在烧 轨道上的那个洞 哪个洞要烧 哪个洞要烧就代表零 没有烧就代表一 那毒呢 你还记得吗 CTR跟CTROM是同一种光碟机在毒的 对不对 为什么同一种 因为原理完全一样 雷射光呢 打到这个好的塑胶 反射80%代表一 雷射光打到这种烧坏的塑胶 反射小于60%代表零 就这样 这样可以吗 各位知道那个做光碟的厂商 就是中环莱德 你们刚才有听过吗 这种光碟怎么做呢 超级简单 先把那个聚碳酸子塑胶板拿来 对不对 先涂一层塑胶 就有机燃料 再涂一层金属 再涂一层塑胶 这样一片就做出来 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知道吗 当初 因为那个染料很重要 当初呢 这些图这个技术呢 都在日本做 你知道这一片光碟 刚出来的时候 一片要卖到100多块 后来呢 台湾的厂商开始 跳进去做之后呢 就从100多块 一直跌跌跌 短短两三年 就跌到5块钱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在念 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论文的资料 要保留下来嘛 就是去买那个光碟 那时候去买一张 Sony的CDR 一张要100块 对 现在一张你去路边 掉在地上没人想捡 一张5块钱去那个买 而且还是有牌子哦 一张5块钱 那是有牌子的 不是随便乱买的 好到这边OK吗 各位好奇 这染料是什么材料呢 各位翻过来 104页 这边列出了几种 常见的染料名称 这个都是化学药品的名称 你不用去管它怎么念 它的商品型号 因为不同厂商 就会给它编号 这些是相关的厂商 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什么厂商 几乎都是日系厂商 其实这个东西的专利 大部分都在日系厂商手里 所以台湾的厂商 就是跟他们买这个燃料 来涂 这样OK吗 好最后呢 一个重点 在课本的 在课本的 这个103页 倒数第八行 画起来 倒数第八行 CDR都有使用寿命 有没有这句话 有没有这句话 这很重要哦 我知道各位呢 不确定你有没有习惯保留资料 我会建议各位 因为各位知道 这个电脑网路病毒猖獗 对不对 这个病毒猖獗 然后硬碟有时候也会坏掉 然后随身碟 我们后面再介绍 随身碟是很不安全的一种记忆体 因为随身碟有很多的 AERO BIT 就是很多的位元 那个BIT的元件是坏的 所以随身碟这样反复使用 它的故障率很高 所以请你 这一堂课 为什么要讲记忆体 就是我要提醒你 怎么去备份你的资料 很多人不懂这个东西 没备份 我跟你讲 那个资料一旦弄丢 是非常惨的 我学长 清大的学长博士班 毕业前两个礼拜 硬碟坏掉 他从来没备份 很惨你知道吗 他要博士口试的 结果硬碟坏掉 所有资料全部都没了 他那时候急到那天晚上 那时候常常在实验室熬夜的 他弄到晚上11、12点 然后整个人这样快抓狂了 还好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 所有的仪器 做完的实验数据 都还会印出一张一张的纸 所以他就怎么做呢 他就去把那些资料全部敲出来 再用扫描器全部重扫一次 重弄一次 这样可以吗 你要知道现在 很多电子设备 已经不印指出来了 都是一个档案而已 所以资料的备份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在座各位 还手边的资料 你的任何一份 你觉得可能有重要的资料 是没有备份的 我会建议你立刻备份 这是很基本的概念 问题是你要用什么备份 你要用哪一种记忆体来备份 这个就是关键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 这个我们先看光碟 这个CDR是我们最常 以前最常用的备份的一种元件 那现在呢 大家比较少用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各位的资料量都太大了 假设你今天想备份的是 一些简单的这个照片 或者是你的论文 那用CDR是OK的 可是假设你想备份的是一些影片 像我现在在录上课影片 我要备份的 那个档案都是几百Mbps几百Mbps的 所以呢这样长期录一学期下来 那个档案好几十G 那个用光碟是很难备份 这个时候就要用硬碟机备份 这样OK吗 那如果你今天资料量不是那么大的话呢 你用光碟机备份 请你记得 它染料是会坏的 你想想看 这个染料是夹在什么地方 两层塑胶中间嘛 可是久了之后空气是会跑进去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大家曾经发现过 你的光碟片 这种CDR 摆久了之后呢 那个边边那个染料颜色都变了 有人遇过吗 真的有 真的有 所以千万记得 它的寿命多久 五年 不要超过五年 你说超过五年怎么办 简单拿起来再烧一份 可以再放五年 就是这样 所以CDR是有使用寿命 不可能永久 但是CD-ROM没有 各位CD-ROM是万年垃圾 也不能说没有啦 CD-ROM那个塑胶摆久了 其实也会变质 但是那个影响不大 除非你放在太阳底下晒 一般我们都是收在柜子里 塑胶是万年垃圾 这个大家知道 里面夹那个金属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CD-ROM是可以摆很久 但是CDR不行 因为那个染料不行 CDR呢 有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你去买的时候 以前常常讲什么水蓝片 绿片 还有什么金片 银片 有没有 你记得 那个不同的颜色是谁的颜色呢 就是染料的颜色 所以课本告诉你 恰好 无色透明的有机染料品质最好 这个是恰好 所以你看到透明的 你就是看到金属的颜色 所以通常就是所谓的金片或银片 那个品质是最好的 然后再来是蓝色的 有机染料第二 然后最差的是绿色的 所以绿片是最差的 这样可以吗 但是因为时间的影响 现在你去买 几乎我看都是透明的 那个蓝片跟绿片 是我们在念大学 我念大学那个年代 就是价钱有价差 那时候绿片好像十几 可能几十块吧 然后蓝片可能又贵个几十块 透明的又要再贵几十块 所以你就会去考虑要买哪一种 现在我想你去买 几乎都是透明的 好 这样OK吗 那最后就是那个金属 我刚刚说 那个可以回收 不过因为 坦白说啦 看起来金光闪闪 可是你真的回收就一点点了 如果你自己要回收就很困难了 但是你如果送进工厂 它那个大量这样回收 真的是做出一个一个金条 好 有没有问题